时尚名媛王宇柔 从模特进入演艺圈 拍过偶像剧流氓校长 与料理情人梦 在电影《仇爱天空》 与《铁丝玉玲珑》中 无论在伸展台或戏剧上 在在都有亮眼的表现 今天时尚美光跟焦点人物 我们访问到的是 时尚名媛王宇柔 宇柔你好 小老师你好 我在看到宇柔非常亮丽的外表 也知道她其实真的很幸福很幸运 因为她的爸爸 拥有一个非常powerful的集团 亚美集团做非常多的 不管是皮件、皮袋等等 各式各样的商品 宇柔从小就在这样一个耳濡木染的环境当中长大 所以她对美学当然是有她一般独特的见解 平常都是一个牛仔裤 然后听说你有六十几条牛仔裤 真的 而且不管是烟管库、boyfriend、宽板、宽板、宽板各式各样 对就从以前流行到现在的 该有的都有了 OK 电视语柔是从东海大学的哲学系到现在签给了伊林 其实我当初是在大三的时候跟伊林签约 因为算是一种误打误撞的吧 因为那时候快要毕业嘛 然后 怎么更误打误撞 为什么 没有想到 可以找到你呢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一直想念的是设计 就是关于服装设计这方面的 然后刚好是有一次参加那个秀岛的婚礼 然后秀岛就说我可以去他们那边上那个 美姿美姨的课程 然后那其实我是个性是非常害羞 然后内向的一个小女生 然后上课我很紧张 我没有办法在大家面前 这么多人面前表现自己 我没有办法走台步 然后到验收那一天 公司就问我们要不要签约 我心中觉得 所以你本来是学美姿美姨 然后呢 验收完就可以被锁定成为第一名摩特尔公司 旗煞的这个 我觉得有点被人家认定的感觉 很棒啊 对是这种感觉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Degan你走秀吗 有啊我有走秀 虽然我在公司的个子算很小 但是还有一些 比如说亚洲啊 或是台湾日本设计师的牌子 我都还可以走 雨柔呢 除了是走秀的摩特尔之外的话呢 哇也很幸运的 他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戏剧作品 包括了料理情人梦 对料理情人梦是跟 宋晓月 对还有 音乐才子嘛 吴克曲 在他们身边我学到了很多 就是对于他们 对于演戏的一种态度 或者是专注力 我就是在旁边有默默的看他们在演戏 在讲台词的时候 那种专注力让我很印象深刻 我们很好奇 凤晓月跟吴克群 跟他们对戏或合作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火花啊 火花其实我在里面戏分是跟 凤晓月对戏比较多 因为我在他身边 我那时候是演他的秘书嘛 因为我可以看他 只要一开始就是 从头到脚都是戏 所以我觉得我学到很多 就是比较精细一点的地方的 要去努力的东西 凤晓月很Gentlemen啊 嗯 赶快帮大家问一下 而且他其实很能聊的 因为我们有聊到哲学这一块 哇 对了 东海哲学系的 对 然后他其实哲学有很多研究 他有看一些哲学书当天 然后我觉得 这个男生不止有外表 有头脑 然后很有内涵的一个男生 那你也是啊 对不对 同样是这样子的女生 在他面前我真的不敢提起哲学 哈哈 坏猫 别客气了 那你说跟吴克群 你在现场看到吴克群本人呢 他也是人很好啊 我很有跟他对到一场戏吧 就是我们大家 吴克群啊 然后凤晓月 我们大家有对到一场戏 我就是开拍的时候 之后突然放空 然后失误 然后大家笑成一团 是哦 OK 正不好意思 这是你第一部戏剧作品吗 第二部 第二部 所以你的第一部是 第一部蛮久的 到近101年之后 是流氓校长 流氓校长 那时候也是我第一次跟 那个达叔 吴梦达达叔一起合作 十万火急是不是也跟吴梦达达叔 对那是我第二次跟他合作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一直是真的很好 我从小就是看他的电影 长大的 然后可以跟他一起 虽然没有对到戏 第一部戏没有对到戏 可是可以跟他合作 我真的觉得我学到很多 因为达哥他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好 OK 他到第一天 他就把所有的工作人员的名字都背起来了 是哦 然后他每天都会跟你打招呼 哇哦 所以十万火急也是跟他合作 那你是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里面演的角色就跟我之前比较不一样 之前就是比较符合我年纪 还有我现在这个身份的角色 就是学生 那我在十万火急里面饰演的是一个 非常有手腕的一个像是女强人吧 是哦 所以希望到时候可以让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是演戏嘛对不对 在演戏当中就是要揣摩各种不同的人生 对不同的角色 那电影作品对 《求爱天空》是跟吴建豪一起合作的 哇都是大明星耶 其实我说我真的很幸运就是老中青的偶像 老中青 OK 我有个地方也有场戏是我们两个的吻戏好了 可是他非常是Gentlemen 就是我们场在地上嘛 然后就是他就是轻轻轻 然后他就是出镜 到他出镜的时候呢 他是马上起身 马上转身就是背对我 然后让我自己在那边演 就是很陶醉的戏 然后事后我问他 他就觉得他真的很尊重女演员 那大家看到女柔身上呢 就知道散发了时尚的气息 女柔你平常除了牛仔裤之外 最喜欢的这个服装穿着的style是什么 其实我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style 我的range很广 OK 就是我可以休闲 然后对于性感的衣服我也会喜欢 或者是可爱的啊 俏皮的衣服我都很喜欢 古古一点的我也很喜欢 OK 听说你心目当中的时尚偶像是 Cate Moss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勇于把自己 真实的那一面展现给大家看 就是很勇敢做自己 我觉得身为一个公众人物呢 要可以做自己完全做自己 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勇气的 好 很多观众朋友们一定很想了解一下 你的保养之道呢 我很注重保养 我注重保养比彩妆还要注重 OK 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样的 第一个东西就是回到家一定要把妆卸干净 是 基本东西没有做好的话 你之后上了再多的东西 其实也吸收不了 嗯 女生就是在外面化妆化美美的 然后回家一定要把各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要把脏污啊 彩妆都卸掉 卸干净 我觉得语柔 你的眉毛眼睛好漂亮 真的真的 有没有人告诉你 我觉得你的眉与之间透露着一种 一种性格 嗯 有一个汉子在里面 有一个汉子在里面 真的 他的眉毛其实是 有点小小刚毅的感觉 对对对对 我之前有碰过一个导演 明导 然后就跟我说语柔其实 你外表是女性 其实里面住一个男人嘛 这句话小红姐常常以前说 我自己也是有一点 我们可能很女性 但是有一些内心世界 有点小刚强 对有的 但是其实还是很浪漫的吧 当然还会有浪漫的地方 只是在生活中就是 那个男人会不小心跑出来 啊 OK OK 语柔今天小红老师要非常的谢谢你 来参加 Asena妆 妆成华的上市的记者发表会 那你今天呢 身上穿的 还有我身上穿的都是 细节或者是在布料 资料上的选择 有她的坚持 我觉得出来的质感也会提升 那我非常期待她之后的作品 刚才我的媒体朋友们也捕捉雨柔 非常美美的画面 其实我还要再讲一个就是关于Asena 灵感的来源 其实因为我跟她一样 我从小都是非常爱看电影小说 还有漫画 我是漫画迷 她也是哦 对 所以我看到她之后就觉得 就是找到一个就是频率相通的人 然后 有信息的感觉吗 对 然后她的内心有一个世界 她幻想的世界 那我觉得她设计的灵感啊 或是那种来源 应该都是从那个世界里面 这样不断的不断的跑出来 所以我很期待看 她有很多不同感觉的作品出来 那接下来雨柔 你还有些什么样的计划呢 其实我觉得我心中有很多 自己想要揣摩的角色 有很多种 其实我很期待有一天 可以在荧幕上面扮丑 就是她扮丑不是说是那种 可爱的就是戴眼镜啊 或是那种西瓜头 雨柔你扮美就还可以扮一阵子 我真的觉得 那么快就扮演扮丑了 我很期待可以在荧幕上扮丑 就是有一个落差 各位导演们听到咯 雨柔愿意做这么大的突破哦 因为常常看电视 就是看到比如说 某个女明星嘛 然后她这么突破 然后再看到她比如说 电影里面一定会有落差嘛 她之后变漂亮 我觉得那是每个女生在家看到 都会觉得很兴奋的东西 就是说我也可以变成这样子 只要我愿意努力的话 我也可以蜕变成女人 或者是会变成另外一个不同味道的人 在模特儿方面 因为其实我秀一直都是 比如说亚洲品牌 或是比较小型的秀嘛 我很期待有一天 以我这样的身高 也可以走一个长长的伸展态 你知道吗 巨星都是最后压轴 我很期待有那天 因为这些都做得非常完美的话 基本上一定是压轴的最大的巨星 而且是Super名模 谢谢小红老师 真的 今天真的非常地谢谢雨柔 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party 然后我们也在这里祝福你 能够更好的发展 恭喜你 谢谢小红老师 谢谢你 谢谢 谢谢